怎么国评队随便一发这都是笑料啊 终于知道孙宇莎不喜欢采访的原因了 下次再第一个说话我就是狗 给对方打多少分呢 怎么评价一下搭档 100分吧 很好 话筒想到许新 我其实挺不满意的 对他的这个表现 又到了打分环节 90了 我肯定打100 不管是怎么样赢的 至少我们站到了最高领奖台 我肯定是要给对手打100 搭档打100 孙宇莎说拿到奖牌很激动 而许新 我们当然要让自己的心情静下来 那一刻是兴奋的 但是从我领奖台走下来 我们就要去冷听 结果走一个许新 却来个王楚清 莎莎大好的日子别离我山里 是不是觉得讲表有点重 未免心情怎么样呢 挺好非常好 让大头都举一会儿 他成本就有太多了 人家王一会儿都打一剑 人家王一会儿都打一剑 正常采访下来 俩人像吵架冷战的小情侣 就跟什么戴的时候说 对于美丽的开始新的挑战 然后这次得到这个冠军以后 现在想法是怎样的吗 就是这样 因为上次命 果然雪芯还是太全面了 世界上没人比雪芯更爱雪芯 帮马龙删自己 而当雪芯删自己时 雪芯爱自己有错吗 别人擦汗 雪芯纯净是护肤 没有剪之前好看 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候 留下来最傻的样子 可能这届压压惠 唯一的瑕疵就是 剪摸米剪 大头的笑料属实有点多 修明们经常说 王主钦长得特别帅 请问一下 王主钦保持帅气的秘诀是什么 感谢我爸爸 爱好是不是 爱好就是 没什么爱好 没什么爱好 光看他笑了能笑一年 那请你用一句话 为自己的队伍和队友加油 加油 当被问到第一次参加试拼赛 就夺得了冠军 那内心是否和你的表情一样 都如此的平静呢 我可能人多了 我就比较平静 回吾自己就不平静 回吾自己就不平静 简直就是采访季的泥石流 春潘梦顿来一句 明天要二台 好理性的 跟各种各样的项目 大家在一起 所以还是非常特别吧 对 希望明天的比赛 然后有更好的踏踏 我每个人转 跟龙儿一样 跟龙儿一样 马龙对左撇子痛击的一声 却有许心以各种方式起飞接球 马龙或是真的很害怕 结果走了一个许心 又来一个大头 直接痛击龙队后背 上一刻熟练到这人心疼的 还是张继科 后来被左手打趴的龙队 逐渐学会躲球 国平老婆亲要不都说 生闺女好呢 看着兔崽子心里就烦 大约会乒乓团体颁奖 日团主打一个贴心 每个小妙都把金牌 挂在教练马龄的脖子上 再看一旁的男团 一个个兔崽子是拿花又带牌 独留王浩教练 在台上尴尬扯袖子